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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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疫調上面也沒有跟後來的相關的 這些的傳播有連結 那後來的傳播裡面在做疫調 也看不到 他跟前面這個所謂3加11或諾夫特 這樣的事情有連結 所以這兩個 基本上我們認為是幾個獨立的事件 那死亡人我們當然非常的傷心 也非常的遺憾 但要硬把它跟前面這樣連結在一起 那我覺得要有證據 今天本土新增一例 新北市這一例就是昨天這一例叫做 鴻海的這個子公司的女工程師 他們用自己檢測唾液的方法 認為它是陽性 那麼昨天還說呢 這個叫做什麼單基因的陽性 要送昆陽實驗室再好好檢測一番 結果今天還真的就確診了 而為了要讓蘇貞昌今天能夠在立法院 能夠順利上台施政報告 民進黨與諾在3加11報告當中 要向這800條 這個不幸染疫去世的國人人命來道歉 不過報告上怎麼說的呢 說是基於對於生命的尊重 對每一條寶貴生命的消逝 深感抱歉 但是沒有證據證明 3加11是疫情的破口 而陳時中今天呢 備詢前他還嗆聲說 3加11和800條人命有什麼關係呢 立文啊 那為什麼要道歉呢 所以啊沒有他是說對這800條的生命犧牲了 他感到不捨跟道歉 他並不是對自己的錯誤決策 或自己的疏忽向全民道歉 這是完全兩回事 那今天為什麼有這樣新的補充報告出現 是因為他本來的3加11報告裡面 完全歌功頌德全部看不下去 所以當天國民黨就把它撕毀 並且佔了議場 所以就沒有完成報告 昨天晚上民進黨就緊急要求協商 說呢那我們補充一個報告 重寫一份 然後再加上蘇葵道歉 這樣好不好就好啊 那今天早上寫來之後 結果我們又想到重寫一份呢 讓你看了更加吐血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報道 時隔八天3加11調查報告 捲土重來政院又轉彎 透過書面補充報告 為國人為疫情受苦甚至死亡 對生命的消逝感到遺憾與抱歉 但堅持不認3加11是破口 還強調行政部門開會 不是每場都有會議記錄 並非沒有會議記錄就是輕忽草率 但立委翻出SARS期間 指揮中心實施辦法 明明就有規定必須將記錄會診 痛批指揮中心又說謊 4頁報告加上一份附件 完全沒有解釋800多位無辜國人 為何往送信命 在一檔二度霸占質詢台 杯葛質疑如果3加11不是破口 為何萬華與諾富特 基因定序相同 各種邏輯不通 懷疑根本是為了袒護小雲總統的 愛將范雲洗白指揮官陳時中 3加11報告再度謝則 就連道歉都只有書面進行 還吻不對題 無辜往生者以及家屬 卑微氣球的答案仍然遙不可及 好 今天看了報告之後 你才發現說原來他們從頭到尾 之所以一開始在這個臨時會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曾經說萬華是破口 當時被全台灣罵翻了 萬華人更是憤恨不平 無法接受 那陳時中不是還率著他的副指揮官 一起出來說道歉嗎 結果原來當時的道歉根本就是假的 因為他們內心裡面就是認定了萬華是破口 3加11根本不是破口 今天的不補報告還好 越補大家越生氣 因為他裡面直接講說沒有證據顯示 這個機師就造成3加11諾富特破口的機師 跟後來的社區疫情有連結 那問題是當時是指揮中心從陳時中的嘴巴裡面告訴我們說是同一個病毒株啊 告訴我們同樣是英國變種病毒啊 所以當時指證立立現在全面翻供 那沒有證據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會有後來的社區疫情呢 很多人都在講嘛 現在網友都快氣翻了 到底病毒是從馬桶裡面跑出來的嗎 從萬華的土裡面長出來的嗎 從外太空上掉下來的嗎 指揮中心還有一個說法說是他偷渡進來的 難道他是自己坐漁船偷渡進來的嗎 那為什麼跟機師的是同一株現在又要翻供呢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說3加11是一個完美的政策沒有錯誤 那難道錯誤是諾富特旅館嗎 如果錯誤是出在諾富特旅館的旅居跟沒有落實防疫造成破口 當時就有人檢舉 而且指揮中心慢了兩個月沒有處理而造成疫情的擴大 那是不是鄭文燦要下台 所以小想也不行 也不能夠讓鄭文燦負責 所以乾脆全部通通都否認 跟諾富特跟機師一點關係都沒有 至於病毒哪裡來的誰知道 就這樣子 然後蘇貞昌還繼續講 他上禮拜五口頭講 然後今天的補充報告又講說 指揮官跟行政首長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會議一大堆 都要做出決策 哪有每一場會議都要做成會議紀錄的呢 當然你蘇貞昌如果決定你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你幾點要出門是不需要做會議紀錄的 但是像3加11這種重大防疫政策 難道不需要召開專家會議評估 然後做成會議紀錄做成決議嗎 可以隨隨便便有人下面用嘴巴口頭 跟你陳時中報告 說范雲有這樣的一個成型案 然後你就說好那我們就改成3加11 可以這樣嗎 好他下面又說了 所以他剛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請記住喔 他還反駁時代力量的陳焦華委員說 委員你不懂啦 你沒有當過官啦 行政部門開會沒有每一場在做紀錄的啦 是這樣子的傲慢跟囂張喔 好繼續呢這個補充報告說 對國人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照顧好 意思就是說你們對我的是苛求啦 沒有人在要求百分之百的啦 陳時中不是說了嗎 我難道不能說錯一句話嗎 他的意思是說他甩鍋給副指揮官是他講錯了 可是我不能說錯一句話嗎 欸這不是隨便一句話好不好 你可以睡錯了XXX嗎 基於對生命的尊重 所以他對每一條寶貴生命的消逝 都深感遺憾跟抱歉 所以有人死了我很抱歉 我很遺憾就是這樣啦 但是他不是對錯誤的決策 也不是對疏忽而做出任何的道歉 這當然是無法接受囉 好 蘇珍昌更誇張了 他說沒有證據說3加11是疫情破口 現在已經全面口徑一致就是否認 陳時中甚至於今天還講 欸你們很奇怪欸 3加11跟800條人命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800多條人命 都是同一個變種病毒株確診死亡的 就是這個關係 而且這個是你們告訴我們的 是指揮中心告訴我們的 9月23號還說 我疫苗我的報告原本就寫得很清楚了啊 3加11跟5月的疫情就是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子 所以陳時中當時說他要負全責 就全部都是糊弄我們嘛 意思他不需要負責 因為他沒有做錯 他不但沒有做錯 而且報告裡面還說防疫台灣 還是全球第一啦 做得多好又多好 台灣人多幸福又多幸福 真的是讓人家看不下去 所以啦 那請問萬華的病毒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好 施政報告不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看到只是3加11的報告而已喔 那正式的施政報告裡頭 蘇貞昌說 哇他們行政院團隊的團結抗議 經濟發展蓬勃 說我們現在已經是無薪假最高 失業倒閉最嚴重的時刻 他居然說我們是舉世滔滔中的幸福之地啦 你當然很幸福啊 你的愛將第一名都可以打疫苗 打完兩劑打好打滿了 你當然很幸福啊 你也不會因為疫情衝擊到你的薪水啊 疫情還救了你的官位呢 你好幾次行政院長都要下台 都是因為疫情才繼續留下來了 你是所有疫情 全中華民國裡頭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你蘇貞昌 說不要買疫苗也是你 如果我們有疫苗 今天也不會死傷這麼慘重啊 到今天怎麼還有臉 說全台灣是 台灣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 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些老百姓 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跟他磕頭感謝 蘇貞昌萬歲 你才滿意就對了 對啊 顯然疫苗不夠打 也不是行政團隊的疏失 也不是指揮中心有任何的問題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事實上呢 美國最近有一個入境的新規定 讓大家再次發現 打國際疫苗真的好重要啊 因為美國現在告訴大家 全世界任何所有地方 只要你想要入境美國的話 請打完兩劑的國際認證疫苗 好 這樣的消息一出之後呢 我們來看到 在隔天呢 施打疫苗的這個數字就出爐了 好 9月22號接種了第一劑的人 AZ 打了六萬多劑 莫德納打了569個人 而高端呢 剩下228個人 可能這228個人 認為自己不會去美國吧 那BNT呢 是打了有8822人 因為在校園裡面 正在大規模的接種中 對了 今天指揮中告訴大家說 以後啊 沒有AZ 也沒有莫德納可以打第一劑了 沒打過第一劑的人 請你打BNT 因為呢 剩下的AZ跟莫德納 通通要留給第二劑來施打 好 所以呢 綠尾陳廷飛就說 哇 糟了 因為你看 高端現在沒有人要打了 因為打高端出不了國啊 綠尾陳廷飛跳出來說 高端要趕快去做三期實驗 不是大家早就跟你說 趕快把三期實驗做好嗎 好 另外呢 政府趕快去跟美國溝通 讓美國知道 這是我們台灣研發的疫苗啊 所以啦 台灣的面子很大 只要讓美國知道 高端疫苗是台灣的疫苗之後 馬上美國就會接受陳陣 讓高端疫苗打了兩劑高端的人 也可以去美國了 看起來委員的意思 似乎是這樣子嘛 好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高端現在要怎麼應命呢 高端就說了 他們要用免疫橋接的方式 來做歐盟EMA的三期試驗 來爭取認證啊 所以呢 高端要謀求出路 陳生部長也說呢 應該明年初就有可能可以呢 利用免疫橋接到歐盟去獲得認證了嗎 好 但是前幾管局長蘇一仁就說了 你不論在多少個國家去做免疫橋接 都沒有辦法提供保護率的數據嘛 就算你拿到了這樣的一個認證 也不是完整的藥證啊 等到整個大流行過去之後 EUA被取消 這個藥證就失效了 就沒有辦法再使用了 因為它不是一個完整的藥證啊 來 我們看一下 美國有沒有次蛋白的這樣的疫苗 有 叫做Novavax Novavax已經做完了三期了 而且防護力高達90% 但是Novavax到現在 沒有拿到美國的EUA啊 我們一直都說我們的高端疫苗 和美國的Novavax 系出同門是孪生兄弟啊 那Novavax都拿不到美國的EUA 請問美國會買一單高端嗎 就因為高端是台灣的疫苗 所以會特別的通融 真的有這麼好康的事情嗎 洪威 其實高端的疫苗打氣突然消風 變成大概只有三位數才敢打高端 真的是因為前兩天 美國釋出一個消息 也就是所有國家從10月份開始 如果你沒有把疫苗打好打滿 是不能夠入境美國的 那這使得原來在台灣 大概有72萬打高端的人士 就開始緊張了 也就是說 那麼是不是打完高端 不能夠得到美國的認證 就沒有辦法進美國呢 但這裡面還包含自己民進黨的 立委高家瑜都在立法院 在質詢的時候說 那這樣子他打的是高端 那他是不是因此而不能去美國 結果陳時中又在講一些插話 你知道嗎 又在講說世界不只只有美國 你在講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真的有很多人 你不要說 他可能真的就是要去美國旅遊 那或者是因為他要就學 就業公務上 或者是有親屬在美國 他必須要去美國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呢 那所以現在高端的問題 是不是你變成是說 他只要做滿三期 就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顯然並不是 因為雖然高端 他在昨天他發布 他說他們已經得到 這個歐盟的認可 可以再做用免疫桥接的方式 做三期 雖然炒了一下他的骨架 但是問題就如同蘇伊仁所說的 你用免疫桥接的方式做三期 你最後還是沒有保護力嘛 那而最主要的是 當全世界因為美國仍然是有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當美國要採取這樣所謂的疫苗護照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打好打滿疫苗 完整的接種的話 你不能入境美國 那很可能全世界就通通群起而效尤 但是這個世界總是有一定的秩序 比如美國說現在在美國境內所核准 拿到EUA的可以施打 他可以認可 那另外WHO它所認可的疫苗 比如說像AZ 美國是禁止施打 可是在世界各國很多都在施打 那麼WHO也認證的 包含AZ或者是中國的 中國的國藥跟科興疫苗 那麼也有可能得到大部分國家的認可 那請問那高端到底要用什麼的方式 要得到美國的認可 那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講說 那也許就是用政治解決的方式 那既然這個台美關係堅若磐石 那是不是可以拜託美國啊 你能夠就是接受高端 但是這種方式只是想辦法為高端 不要說開一個小門或開一個窗戶 但是無論如何 在全世界防疫來說 大家還是讓專業說話嘛 如果說什麼都是政治來考慮的話 那事實上現在世界各國 用民意橋接的日本 韓國 印度 都有很多很多種疫苗啊 並不是只有一個高端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不是就世界大論 那幹嘛要去請WHO去認可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疫苗呢 所以現在高端的問題 變成好像是一個政治問題 還是外交問題 但是無論如何現在會使得未來說 要充滿台灣價值 或者要打愛國疫苗的所有的民眾跟接種者 要知道你可能付出一個代價 你打高端如果你要去其他國家的話 可能等於白打 你還要再去挨一劑或挨兩劑 再去接受其他的疫苗 所以對這些接受高端的人士來講 我認為是非常不公平的啦 對 政府施政不能開玩笑 接下來這個讓發也覺得說 難道又是兒戲一場嗎 中國大陸在9月16號申請加入了CPTPP 好 我們台灣在9月22號突然一下緊急遞建 一週之後我們也遞建來申請了 好 蔡總統怎麼說呢 遞建代表我們有充足的信心 加入CPTPP是水到渠成啊 這樣的說法被趙少康批評了 CPTPP對於市場開放的要求非常高 匆忙送件也凸顯我們其實還沒有準備好 對於事業 對於經濟 對於農業的衝擊 是不是都研究清楚了呢 還是根本是一個未知數呢 好 立委王丁宇不服氣跳出來說 誰說的 我們已經修了9項的配套修法了 這修法有可能臨時生出來嗎 好 我們好厲害 已經修法修了9項 修了哪9項 我們來看一下 當中就包括了我們加重違規漁業的處分 這是一項處分 我們刪掉了化妝品的標示許可證號這個規定 然後我們也將國際公約含瓜之植物納入我國保護了 還有我們使用防茂標籤啊 這個是要刻以形責的 這都是配套的修法 但請問 現在我們討論的是說加入CPTPP 對我們的經濟 尤其是對農漁業會有嚴重的衝擊呀 好 當時的陳吉仲教授 還在當教授的陳吉仲怎麼說 他說加入TPP 也就是美國還在 還沒有退出之前 叫做TPP 會對農漁業造成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 衝擊至少791億呀 所以請問我們的配套政策 跟著農漁業的791億有什麼關係 你刪掉了化妝品標示的許可證號 對我們農漁業就沒有衝擊了嗎 請問一下陳吉仲主委 還記得陳教授是怎麼說的嗎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政府說了 我們就要用台澎金馬這個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稱 來加入CPTPP 那麼張康也批評了 民進黨不是整天都要證明嗎 痛批國民黨矮化的氣焰怎麼不見了呢 為什麼現在又變成是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了呢 好 這個政務委員鄧正中就說了 哎呀 這樣參加WTO也是用這個名字嘛 所以我們用這個名字的爭議是最小的 這個是我們思考過後的決定啊 好 台澎金馬就這麼不矮化嗎 我們來看一下自由時報的報導 在2010年 當時啊 這個國民黨政府呢 要用台澎金馬的名義去簽FTA 好 要跟新加坡來簽FTA的時候 叫做台澎金馬 這個名字OK嗎 哇 綠營的立委馬上跳出來了 自我矮化呀 哇 政府又來矮化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2009年 當時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誰呢 這個叫做葉金川啊 他呢 代表我們去參加這個WHA的時候 當時呢 是用中華台北的名義 馬上鋪天蓋地地批評他 哇塞 自我矮化不得了啊 好 但到了2016年的時候 蔡總統怎麼說 他說我們用中華台北這個名字 去參加WHA沒有矮化呀 好啦 到底有矮化還是沒有矮化 隨便你高興怎麼解釋 你說了算 問題是 農漁業會造成的衝擊 政府真的做好評估了嗎 還是又是說我說沒有衝擊就沒有衝擊嗎 台銘怎麼看 其實喔 蔡英文總統講得跟真的一樣 什麼經過充分準備 深思熟慮 我記得他臉書上還弄了一個什麼 時尚五年 那個好像他已經 從他上任就開始一直在籌備 準備了很久了 那我先提醒一下 蔡英文總統 時尚三年是正確的日語的 這個諺語的用法 可是時尚三年其實也是麻將用語 你知道嗎 其實那是一種特殊牌型 真的有的時候不懂諺語就不要亂用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實際上我告訴大家 我們從來就沒準備好 不然的話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蘇貞昌怎麼告訴我們的 說我們如果還在進萊豬的話 我們要怎麼加入CPTPP 結果今年1月我們就進萊豬啦 那請問一下你為什麼不遞借呢 顯然除了萊豬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而且中國大陸這次會申請加入 表示萊豬根本不是問題嘛 因為中國大陸到現在還進萊豬啊 所以這個政府從頭到尾就在欺騙人 那我們其實為什麼在選擇這個時候遞借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呢 中國大陸遞借了 你不遞借就完了 如果讓中國大陸進去 你就完全沒得進去了 所以我們是敢在這個時候不得不這樣做 那在我個人的判斷 我認為是怎麼樣 之前我們自己知道 你遞借大概是被人家駁回 因為你必須要所有的會員國全部同意才行 那這一次是因為日本是 現在他是輪遲的 他現在是主席 那所以呢 我們認為日本再比較有機會 再來日本大概趁機 就我們講說 如果你可以那個開放核實這一點 我們可以大力協助你 可是大力協助就表示一定嗎 未必哦 我跟大家講 萬一我們比中國大陸晚進去的話 除非我們能夠 遵循WTO的模式我們同時進去 如果晚進去的話 抱歉 當中國大陸成為會員國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卡你哦 我們就可能完全進不去了 所以我們完全是一個被迫 只要被動式回應 只要緊急遞建的一個做法 這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那王定宇講的什麼九項配套辦法 那個鬼扯 那九項根本就不是為了CPTPP好不好 那是因為國際的很多壓力 包括漁業的問題 包括國際工業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本來就要去做的 這跟CPTPP到底有什麼直接關係 而且真正重點就是我們的農業 還有其他產業受到的衝擊 請問一下有相關的解決案法嗎 我想陳吉仲在當教授的時候記得 可是他當了主委之後 就完全忘記這件事情了 那我跟大家保證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準備 沒有任何配套生思 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理由非常簡單 大家記得 陳吉仲前兩天才告訴我們說 這個聯誤世家會被禁 他半年前就已經知道了 那請問一下這半年他做了什麼 他只準備了10億準備補貼而已 就這樣子 他其他什麼也沒做 所以同樣的 他就算早就知道我們農業 會因為這樣損失791億 可是呢 他到現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實際上你也很難有任何配套措施 因為我們的整個農業 可能都會被打垮 更不要 大家不要忘記喔 假設中國大陸也進去的話 我們之前有600多項農產品 我們是擋了中國大陸 讓他進來喔 如果我們都在CPTPP裡頭 請問一下 這600多項你怎麼擋 人家就根據CPTPP說 我現在就要進來 請問一下怎麼辦 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根本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們的政府其實現在是被逼急了 完全頭痛一頭 我先遞見再說了 管他的 然後我最害怕的結果就是 我們一旦通過了核實 配合了日本 結果呢 日本告訴他說 愛莫能住沒辦法 到最後我們還是進不去 讓中國大陸進去了 那請問一下 到最後這個後果誰來承擔 誰要對這件事情負責呢 那至於鄧正宗講說什麼 我們用WTO的名義爭議最小 經過深思愁慮 聽你在鬼扯 老實講你不用這個名稱 你就進不去 結果這麼簡單 你不用深思愁慮 結果這麼簡單而已 因為在經濟這塊領域 你被公認 就只能用這個名稱進去 這就是國際的現實 你 證證中 難道我跟妳講嗎 妳是從馬英九時代 就在做官員做到現在 妳又不親眼才當官 妳會不知道這個真正的事實是什麼嗎 其實民進黨不知道 民進黨也知道 他當初也知道 你不用中華台北 WA求你就是進不去 所以他在野的時候他會講 他執政的時候他就好胖胖 那現在也是一樣啊 颱風金馬 個別關税領域 也是要在野的時候反對 那現在為什麼要用 因為國際現實就是如此嘛 所以不管是CPTPP也好 還有最近國際上發生任何事件也好 其實一而再再而三 只是證明了一件事 民進黨過去通通都在欺騙國人 2010年馬政府用這個台澎金馬的這個名義 和新加坡要簽FTA 結果被民進黨的炮轟是自我矮化 這回我們竟然說要用這個名稱來加入CPTPP 所以我們要請教一下事件了 所以難道連蔡政府也知道 所謂的證明其實根本讓台灣走不出去 所以如果你想走出去的話 就要用台澎金馬嗎 我尊重韓兵趙少康的批評 那麼五年前蔡總統就已經定調了 以中華台北到WHA沒有矮化 這是與時俱進 為了爭取我們台灣的生存 所以這一次我們以台澎金馬這個名義參加是對的 因為只要不是以中國的名稱 不是中國的地方政府 不是中國的一省以外 其他的名稱都OK 要不然甚至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照國民黨的說法 如果可以一中各表的話 可是這違反國際社會所謂一個中國 那這樣變成兩個中國國際社會不會接受的 那這幾年我們這五年來對加入CPTPP 有確實我們做了一些事 第一點對內就是要協調各產業 因為我們知道進入CPTPP CPTPP就是要先取消關稅 最重要的就是關稅 所以我們對內的產業 比方說我們的農產品 香蕉 鳳梨 稻米 大蒜這一些 芒果這一些 還有我們還有更高關稅的 比方說我們的汽車鋼鐵 我們的石化塑膠 這些都要持續跟國內產業溝通 那因為加入的好處 我舉例 在大概四五年前統計的數是 這十一個成員國他們佔我們國家貿易總額大概二十五% 當中進口的部分二十九% 出口的部分二十一%而已 所以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打開關稅這一個大門的時候 反而可以增加我們只有二十一%的這個出口 所以大方向是對的 那第二點我們就是持續爭取這些成員國他們的支持 因為CPTPP的規章很清楚 第一點你就要跟成員國都去做個別的私下的協商 要大家都同意 那這一次我們跟中共一起來爭取 因為如果中共提起錢在我們之前進去的話 中共勢必以他現在的做法 他一定會阻撓我們 他會行使他在這個大會裡面他的否決權 所以我們大家全國一命 因為這是為了我們台灣共同的生存 大家不分朝野一致團結對外 當時批評這個跑到WHA去批評葉金川的那些 這個民進黨的相關人士 你覺得需不需要跟葉金川道個歉呢 因為此一時彼此 當時他們出於對台灣的熱愛 而且當時我們台灣處處受到中共的打壓 當然他們是恨鐵不成鋼的心理 所以我尊重過去他們的批評 過去我也曾經加入這樣的行列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庶民大頭家 目前我們現在要用台澎金馬的名義 來申請加入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首先第一個挑戰 那就是到底要不要開放讓日本福島食品進口呢 行政院就說了福島食品不等於核污染食品 也不等於核食啊 那到底等於什麼呢 當年馬政府一提到說要修改這個輻射食品的標準時 就被民進黨痛批說是毒害人民的無良政府啊 哇 立文那依照民進黨的定義 現在的蔡政府難道也是要毒害人民嗎 所以啊 這就是雙重標準的民進黨 但是呢 現在大家都非常擔心了 因為中國大陸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就已經正式提出申請 而台灣口口聲聲啊 說我們只要吃萊豬就可以參加CPTPP 問題是美國又沒有在CPTPP裡面 而且呢 我們政府根本沒有提出申請 現在呢 是不是急就張提出申請 除了因為中國大陸已經申請之外 是不是也是來自於日本的壓力 要我們開放核食呢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報導 台灣申請加入CPTPP 但要讓11個會員國都同意可不簡單 專家分析為了換取日本支持 台灣被迫開放核食恐怕只是付頭期款 離加入CPTPP還很遠 吃核食恐怕也無用 就怕成了吃萊豬的翻版 就怕台灣根本連入場券都拿不到 況且CPTPP要求關稅要歸零 對農漁產品的衝擊不容小覷 一年農業恐怕就會減少791億的營收 對農業的影響大概GDP 讓農業的產值少掉16%左右 這個都是我們政府沒有跟人民講的 好 所以我們看到呢 其實早在2012年的時候 當時嘛 政府就因為呢 曾經想要修改輻射食品的標準 因為我們的檢驗標準 是不是全世界最嚴格的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也來自於日方的壓力跟抗疫 當時曾經想要改這個標準 哇 不得了了 民進黨請朝而出 當時民進黨立委陳曼莉就說了 讓他的這個核食進口啊 嚴重影響台灣人健康 難道台灣人已經基因突變了嗎 我們可以抗得了輻射的物質嗎 講得很嚴重喔 再來看林淑芬也是民進黨的立委 他當時呢也就說了 他在2015年3月的時候說 日本核災食品輸台 根本就是官商勾結蓄意殺人 有沒有很嚴重啊 這個可能在現在 民進黨時代的話 會被抓去關三天 但是呢在馬英九時代 盡量講盡量罵沒關係 那林淑芬還說 除了日本政府吃定了我們之外 我們自己的政府也沒路因啊 這些統統可以用在 現在的蔡英文政府身上 食藥署說 要求日本食品輸入台灣 要減負產地的證明 恐怕也會變成是貿易障礙 衛福部是衛毒部 所以呢是喪權辱國 替日本人講話 想方設法拖延產地的證明 當時真的是重炮猛轟 非常嚴格的要求 但是我們再來看 這是2015年喔 時隔一年 2016年蔡英文一上台 就開始召開日本食品輸台 公廳會三天連開食廠 還記不記得 當時第一任的農委會主委 也是前屏東縣長 他就說了大白話 他說何時進來是遲早的事情 結果呢他就是因為太老實了 所以做不了多久的官啊 好謝長廷的駐日代表就說了 大陸外長王毅已經跟日本的外務大臣 對核實問題達成積極解決的協定 換句話說未來要積極解決 怎麼解決還不知道 但如果如果大陸比我們先開放的日本核實 支持我們日本政治家我們這些大哥哥會很尷尬 會很沒有面子啊 所以我們就說謝長廷到底是駐日代表 是幫助日本的代表還是台灣的代表 有時候他講話這讓我們覺得立場非常的搞不清楚啊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問題是說當2018年當時呢 綁大選有幾大公投其中有一項就是 反核實公投 那到底要不要吃核實 不如我們就讓全台灣的民眾來決定吧 科學的辯論也好 那政府的捍衛立場不管也罷 那就讓老百姓來投票 結果呢他是所有公投案裡頭 唯一一個壓倒性絕對性通過的 你看將近八成耶 有77.74%的人是反對核實的 贊成反對核實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民意 是不能夠讓你不正式的 但是問題是說 因為當時這個公投是有兩年的一個期限的 所以蔡英文也說兩年內不會違反公投決議 像兩年在去年底的時候 已經過囉 這個期限已經過了 所以是不是現在為什麼提出要參加CPTPP的原因呢 因為核實要來敲門了 開放萊豬之後 大家都非常擔心下一步就是核實了 好 柯文哲呢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就說了 他說啊 他呢跟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 鮑弟岸信夫見過兩次 對方跟他講說 蔡英文在第一屆任期之前 就答應他要開放核實 記不記得我剛剛說他們第一任的農委會主委就露線了 而且那時候是上任前他就講了 所以當時蔡總統在選總統的時候 就2016年選舉的時候就已經私下答應了日本要開放核實了 所以呢核實公投的時候呢 蔡政府沒有辦法有效的幫日本辨戶 暗信夫快 氣瘋了 就激起我我事實上從日本外交圈也聽到很多這樣的訊息的工 激起你這個插 插政府沒效啦 你根本搞不定嘛 但是這樣的一個壓力已經延續到了第二任 那蘇貞昌這樣的行政院長他呢最新的講法是說被問到 他說現在的規定有任何食品是核實是不可以進口的 但是未來有可能會改變相關的規定 我們不能給人家亂貼標籤 所以現在說人家是核實已經是變成貼標籤了嗎 趙稍康就說 蔡政府現在的急救張根本就是為了換取日本來開綠燈嘛 所以要被迫開放核實 但重點是日本真的會綠燈嗎 蔡政府有問過台灣人的意見嗎 畢竟最新的公投是一面性的反對的 那你現在要逆其道而行 是不是應該重新問一下台灣的民意呢 前農委會主委林曉能 他就說了開放日本核實進口恐怕會變成是換取日方支持受理CPTPP 台灣申請案的頭期款 如同開放萊豬的進口翻版 問題是我們吃了萊豬 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跟美國簽FTA啊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南韓在幾年前就簽了FTA 我們吃了多少虧啊 在競爭上我們最大的對手就是南韓 現在南韓不但跟美國有FTA 而且跟中國大陸也有FTA 而台灣的ECFA也在大家的反對之下 在民進黨政府的執政之下也是停滯不前 因為有了ECFA 我們本來就因為ECFA如果順利成功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加入RCEP 甚至於是CPTPP不會有中國大陸的阻撓 現在兩岸翻臉了 當然一切通通都不可能了 吃萊豬吃核食也換不來FTA 更換不來CPTPP 台灣終究是不是注定要淪為亞西亞的經濟孤兒 應該也是疫苗的孤兒吧 美國政府昨天舉行了全球新冠肺炎高峰會 線上會議是由拜登總統親自主持開場 我們的前副總統陳建仁他也連線參加 而且還在會中有說話他說當我們國內疫苗供給充足之後 就會分享疫苗給有需要的國家 哇 講得好像我們疫苗很多一樣 此言一出馬上有網友講得很難聽 網友痛批說現在是怎麼樣 乞丐還要裝闊嗎 我們要請教一下洪威 所以現在政府是和我們活在另外一個不同的時空嗎 還是我們都誤會了 陳建仁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分享 供貨很穩定的高端疫苗給其他國家呢 雖然大家都知道陳建仁是一路在這個力挺高端 護航高端 可是問題是世界各國真的要高端嗎 我們本來不是說我們好多的邦交國 都問他們是不是需要高端 我們送給你 我們賣給你啊 可是目前看起來沒有什麼在回應啊 那當然陳建仁講了這個話之後 當然我們的民眾我們的網友會火大嘛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光是第一季的覆蓋率也不過50% 這代表呢 還有一半的台灣民眾是連第一季都打不到 更不要說有超過九成的民眾是第二季也沒有辦法打的 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國 我們我們臨界過剛講韓國 韓國的第二季的人口已經超過四成了 那變成像菲律賓 那我們知道我們有很多的移工是來自菲律賓 菲律賓的第二季的這個覆蓋率也超大概16% 也比台灣多很多 所以台灣到底在驕傲什麼 台灣到底有什麼能力說 我們這個時候我們講說我們要分享給其他的國家 彭博八月份的防疫排名又出來了 然後我們落後給誰呢 我們落後給墨西哥 我們落後給埃及 我們還落後給內吉利亞 你覺得我們能夠接受嗎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還在這個聯合國的這樣的大會上 然後說我們可以去分享給這個世界各國 你自己敢講人家敢聽嗎 那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現在像這個防疫的排名 最主要的就是你的疫苗的覆蓋率 我們的疫苗覆蓋率這麼樣的低 使得我們的排名比我們認為 比台灣落後很多的國家 我們的排名還要比它低 那請問一下 蘇貞昌在立法院怎麼好意思講說 台灣是舉世滔滔的幸福之地啊 你不覺得你把這兩件事拿出來對比 你怎麼好意思 是蘇貞昌你到底是活在什麼樣的平行時空 陳建仁你到底是活在什麼樣的平行時空 你跟台灣老百姓是呼吸一樣的空氣嗎 你們跟我們擔心是一樣的事情嗎 當然不是 所以對我們來講 給我疫苗其餘免談 不要再說那些大話 說得再多只是會落魁而已啦 我們的高端疫苗必須要有美國的認證 我們的國人才有機會進美國嘛 那我們的疫苗如果能夠被世衛組織認證的話 那才能夠進入其他的地方嘛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譚德塞 他的任期接近尾聲了 德國日前就提名了譚德塞要繼續連任 而且目前沒有其他人出馬來跟他繳竹喔 他幾乎是篤定就會連任了 但是譚德塞跟台灣的關係好像不太好 因為過去呢曾經批評譚德塞 站著毛坑的這個助德代表謝志偉啊 看起來他就是希望我們跟這個譚德塞關係不太好嗎 但是呢這一回他可是沒有向德國政府抗議喔 謝志偉過去曾經有痛批譚德塞 只敢污蔑台灣充當中國大陸的打手啊 好但是今天謝志偉有最新的回應他說 譚德塞啊後來改邪歸正了 所以呢這個謝志偉對於求上進的人 都是不計前嫌的韓冰 謝志偉真的是我看我臉皮最厚的人喔 真的他好像一講不計前嫌 老實講你算哪根中啊 真正不計前嫌的人誰叫譚德塞 老實講當初台灣是怎麼樣去羞辱人家 鋪天蓋地的到處留言把人家罵得跟狗一樣 我講的真的是當時非常非常不堪 結果等到台灣自己加入COVAX 去跟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去搶疫苗的時候 譚德塞對我們最好 在台灣最需要疫苗的時候他要穩定攻擊我們 那結果是什麼 是人家不計前嫌啊 人家以德抱怨 講實在話台灣人都欠譚德塞一個道歉 然後謝志偉你不是一直都說你在德國很厲害 你對德國政府還要有影響力嗎 結果這一次提出來說要讓譚德塞連任就是德國政府 然後而且這一提出來你說是德國發神經嗎 不是耶 歐洲已經二十幾個國家要支持譚德塞 本來全世界都認為說大概會支持譚德塞 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大概就是非洲這些國家 因為自己人嘛 可是現在不是耶 是歐盟這幾個國家全部都支持譚德塞 那表示譚德塞在全世界的心目中 跟當初你們這些150這些網軍講的 根本完全兩回事 跟你謝志偉當初批評的根本完全兩回事嘛 所以第一個 我跟你講謝志偉你根本沒有資格去跟人家講什麼 不計前嫌 你要很誠懇的去跟人家道歉 你欠人家一個真實的道歉 再來我們的政府是不是要趕快去彌補我們跟世界衛生組織之間的關係啊 之前把人家鋪天蓋地的這樣謾罵 那現在你未來的很多命運 抱歉是操縱在譚德塞的手上的喔 因為看起來他連任基本上是沒有問題喔 那在這種情況下 不管是我們未來疫苗獲得國際的認可 甚至台灣在 是不是能夠跟世界衛生組織 展開其他方面的合作 你說成為會員大概是不太可能的 但至少我們也希望在疫情緊要的關頭 還是希望能夠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相關的資源 台灣也要有一個發聲的舞台 所以跟譚德塞修好關係 我覺得是我們政府要積極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府不要在那邊等等等 在那邊看看看 趕快超前部署吧 我可不可以拜託你蔡英文政府 至少超前部署一次給我看好不好 拜託趕快去做 讓我們台灣不會在這一波的情況下 又被提到變成一個邊緣人 又被全世界遺忘 我覺得這一次的防疫 民黨已經做得很糟糕了 拜託大家都看得出來的事情 趕快去做 貪德塞的關係趕快去修復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了 伍佩俊的數位綁定開搶之後 網路平台就瞬間大當機 讓不少人直呼 真的是比演唱會的門票還要難搶耶 而且還發生了 有人綁定成功之後 竟然還出了亂子 因為他用台灣配綁定之後 竟然他搶到了800塊錢的優惠 然後晚上之後 連這個800塊跟好食券 竟然通通都憑空消失 五倍勸數位綁定開搶 民眾直呼 簡直比演唱會門票還難搶 網路大塞車災情頻傳 大卡10點20分鐘 然後我可以9點按 然後可能12點後要去弄 就好了 就試了幾次後來OK 但是也要花一些時間 什麼想說 因為第一個昨天登不進去 就懶得去登 有民眾還因此放棄數位改紙本 但綁定成功仍有亂象 有民眾上網求助 開放當天順利用台灣配綁定台銀 搶到800元優惠 玩家6點多優惠還在 但到了晚上 加碼里800元以及好食券 卻憑空消失 讓他傻眼直呼辛苦都白費了 而這回推出共同綁定 也有人直呼 用健保卡登記 需下載專屬程式 操作失敗後 還得重新下載 簡直整死人 那另一種用自然人憑證 若過期還得花250元申請 氣得大罵 蔡政府我有欠你嗎 去年民眾在做什麼呢 在排隊搶口罩 今年呢 大家上網先搶疫苗 不說現在五倍券 又要開始搶成一團了 所以很多人說 難道政府認為 每個人在家裡都很閒嗎 我們要請教一下世間 因為不少人忙了半天 還是搶不到早鳥優惠 所以這五倍券 現在到底是誰被振興了呢 其實元妮 其實我可以預計 未來這一兩個月 大概就是舉國同歡 普天同敬了 因為總是政府要發錢給民眾 這總是好事嘛 尤其大家苦悶了這麼久 防疫期間 但我還是認為說 他這個做法發放五倍券 就像去年三倍券一樣 就是行政院自己玩得很開心 把簡單的事把它複雜化 我怕的影響的是說 結果你行政院各部分 都在弄這種芝麻蒜皮的小事 民眾很清楚才五千塊 了不起加碼那幾種券 抽一抽運氣好就去抽到 再加個一千兩千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 雞毛蒜皮的小事 就是民眾每一天 柴米油鹽每天都要忙自己的事情 那每天 大家每個月日常的開銷 也不只那五千八千塊錢 所以事實上民眾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希望行政院能正視這個事情 也就是說去年三倍券的效益 是行政院有過度渲染的 因為審計處第一時間已經打臉 他認為說你這個效益是以數位券 那一百八十萬數位券 以他們綁定了數字的消費 以這個為準去推估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他覺得你沒有去監察這個消費端 實際消費的走向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數字是過度樂觀 可是行政院沒有聽進去 所以今年他又花了九點六億元 去增加去設置一個網路平台 讓大家來登記 那麼以各種什麼美食券 什麼之名這個幼石 我們民眾大家趕快搶快來登記 去綁定數位券 我就是認為他想擴大數位券的發放 然後讓這個數字 消費後的數字能夠美化 他以過去的方式來美化這個事情 所以我認為行政院最好收心 這個事情就過了就算了 你就趕快發吧 我不要再裝神弄鬼 不要搞這些事 把人民想成說 好像我們全民都貪小便宜 好像全民都要搶這種小確幸 事實上我們人民已經看穿這個事情 你要發就發 那儘量減少不必要 像那九點六億元那種平台 一次性平台建制的費用 那個應該要減少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新聞內容請幫我們按讚 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五倍券的紙本券明天開始預約登記了 到時候恐怕又會大排長龍嗎 那麼經濟部估算說 每一份印刷加上兌付的手續費 總共是72塊 那麼比去年的三倍券還要多 而且換算全台灣如果發放 一千八百多萬份的話 可是要花十一 十三億耶 立文 而且這個王美化不是在跟我們講說 它會印得比較省錢嗎 那明明就花了比較多錢啊 哪裡有省到錢呢 而且二十二億多省到剩下二十一多 重點是這二十幾億都可以省下來啊 你去摳那一點多億要幹什麼呢 那根本不是重點啊 然後現在你看 果然啊我們要去超商排隊了 那是不是又會有群聚的危險呢 重點是說還要再叫大家大台長龍 對不對 對嗎 謝謝你 三倍給所有的作物跟教訓 通通沒有學會 然後現在要重新任務